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就是平常由于我们这个所属的地域 还有我们使用美妆护肤品的习惯和购买习惯不一样 可能我们会买同一类的产品 然后呢就忽略了在市面上会有其他一些特别好的美妆护肤产品 那么像这种美妆护肤惊喜订阅盒的网站 每个月根据你的这个个人兴趣还有这个购买需求 会寄给你这么一个惊喜订阅盒 这个盒子里面呢通常包含的就是一些美妆产品的试用妆 然后我觉得最最最可爱的一点就是你在收到这个盒子的之前 你并不知道你要得到哪些产品 那么我之前呢其实用过美国的一个惊喜订阅盒的网站 它叫做Budgebox 就是因为那个订阅盒 我知道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加拿大的牌子 就是叫Marcel 然后我之前在美妆视频当中也介绍过 当然了在进行开箱之前 我要先把这个网站介绍一下 他们就是做这个韩国的美妆护肤产品 那么他们的这个惊喜订阅盒呢 主要分两种 第一种呢叫做Beautybox 那么在这个订阅盒当中呢 他们会给你寄一些这个韩国的美妆护肤产品 但是呢有别于其他这个惊喜订阅盒网站的是 他们会每个月寄给你六款正妆的这个产品 也就是说不是试用妆 第二个这个订阅盒叫做Mask Maven 在这个订阅盒当中他们每个月会给你寄九款 不同这个种类还有不同功效的这个面膜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发现新产品 尝试新产品的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beautique.com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地方 就是他们每个月都会推出一些主题 那么在这个网站上他们会给你一个spoiler product 也就是一个剧透产品 那么其他的一些产品都是惊喜产品 然后每个月的主题都不一样 你像这个月是十月份 所以那一定是跟万圣节有关的 他们这个月的主题叫做create and keep 在这个惊奇订阅盒当中 应该会出一些就是针对这个秋季 还有换季的一些美妆护肤产品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到他们这个网站去订阅 这个订阅盒的订阅截止日期是10月15号 去他们这个官网去选择一个你感兴趣 适合你的plan 然后呢注册付费就可以收到订阅盒 那么他们这个订阅盒的这个订期 会有这么几个不同的种类 第一种就是你可以按月来订 然后呢你还可以三个月半年来进行订阅 那么如果你非常非常喜欢的话呢 你还可以进行全年订阅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订阅的话呢 这个beauty box 每妆订阅盒它的价钱是24到一个月 那么这个mask每一分面膜订阅盒的这个价钱是15块一个月 但如果你是全年订阅的话就能拿到折扣 那么这个beauty box就会变成22块钱一个月 而这个面膜订阅盒就会变成13块钱一个月 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福利 就是使用这个折扣码 在这里可以享受第一个月惊喜订阅盒 七五折 我觉得我应该会尝试一下 买一个订阅盒送给我的朋友 作为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的礼物 应该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 尝试新产品 发现新产品的这么一个过程 下面我就开始进行开箱了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我不知道会得到什么产品 那么这个是他们寄给我的这个包裹 然后就是包装的特别仔细 我的这个包裹呢 是八月份的惊喜订阅盒 他们这八月份的主题就是Kawaii Kit 应该是里面会有很多一些特别包装很可爱 然后呢应该味道比较甜美比较香的一些东西 之后呢是这个样子 然后商家给我刚才这个折扣码 刚才我已经看见了 但是这个产品我并没有看到 折扣码刚才已经说了是凡凡25 可以享受第一个月的订阅盒 七五折 不要忘了 然后在这个订阅盒当中 他会告诉你就是怎样去进行这个订阅 在这里有详细的说明 一个特别特别精致闪亮亮的一个袋子 这个里面应该是面膜 然后这下面呢 哦好漂亮 大家看到吗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这个beauty box 对 就是美妆护肤惊喜订阅盒 那么下面呢我就来打开一下 看里面有哪一些特别可爱的产品 哦好可爱 打开之后呢就是一股这种甜甜香香 像什么水果的这种味道 然后打开是这样子的 里面呢他会起的这个 这个月的主题就是kawaii kit 然后还会给你个小的这种宣传的册子 它上面会有这个 这种精细产品的产品介绍 然后他这个包装的也非常非常可爱 看到了吧 是一个小蜜蜂 然后还有这个蜜蜂罐在里面 就很有意思 那我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beauty box 里面有哪些东西 哇太可爱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 太可爱了 我已经快不行了 怎么这么懂我 因为我就喜欢这些kawaii的东西 哇塞太可爱了 完全知道就是我的这个喜好 第一个映入我眼里的 是这个超级可爱的这种西瓜味道的东西 我来看一下 它叫做fruit soothing gel watermelon 然后长的是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保湿的这种面霜 我来看一下是不是 对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保湿的面霜 这里面有这个VC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西瓜的这个萃取物 然后刚才呢又去官网看了一下 这个产品呢 它既可以抹在脸上 也可以抹在身体上 是一个特别好的晒后修复的这么一个凝胶 另外就是它非常适合敏感肌 还有里面有VC 像小时候吃的那种水果指令一样的这个颜色 看到了吗 特别特别可爱的颜色 在这里 看到了吗 水水的 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味道也特别特别淡 相当的保湿 好 吸收完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看到我的手上有一点点的这种光泽 然后呢真的非常保湿 很喜欢 然后接下来呢 吸引我的是这个 哇 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韩国牌子 叫做Tony Moly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香蕉味的护手霜 我之前其实刚来美国上研究生的时候 我就买过他们家的这个苹果味的护手霜 就是用了以后就终身难忘 然后这次呢 我可以试一下他们这个香蕉味的 大家看一下 长得实在是太可爱了 真的很像一个香蕉 挤出来呢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把它涂开试一下 嗯 非常好闻 就是香蕉的味道 而且它这个texture 它的这个质地也特别像香蕉 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 而且滋润度非常好 嗯很适合我这个大干皮 我真心喜欢这个东西 真的不是因为他们免费寄给我了 这个产品我才喜欢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 味道很好闻 而且真的很滋润 接下来哇 是一个腮红 这个我喜欢的 看一下这个腮红 这个腮红真的超美的 这个牌子其实我在亚马逊上见过 它是一个叫做Baby Coral Blush 这个色号是C202号 我现在呢就打开来试一下 打开之后呢就是这个颜色 真的超级好看 在镜头上呢会比较偏粉 非常非常低调的珊瑚粉色 好了亲爱的们 现在呢我就来做这个上脸试色 幸好今天我的腮红刷的不是特别多 不得不说就是这个腮红 看起来颜色特别低调 但是呢显色度是很好的 看到了吗 在这里 所以呢我建议就是 蘸的时候呢稍微少蘸一点 有点小娇羞 然后呢又是非常适合 这个秋天的这种颜色 看到了吗 真的很好看呢 好吧为了这个平衡起见 我再把这个脸刷一下 这个脸呢我蘸的量 比较少 所以呢就颜色很自然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看到了吧 真的很漂亮 提个小建议就是这个颜色 适合皮肤白的姑娘 好了上脸之后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就是用图说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很推荐真的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开箱 下面呢还有三个产品 另外一个特别可爱的就是这个东西 它叫做硅胶针鱼截面刷 哦好可爱 天哪 哦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东西呢是有这么一个比较细的这种刷头的这么一个 这一面是这样子的 把这个截面乳 然后在这个刷头这个地方 小颗粒这个地方揉搓起 泡沫之后呢 然后就是这样子 以这种打圈按摩的形式在脸上进行清洁 然后它里面会有这种海绵在里面 对 所以是帮助你起泡的 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做这种脸部的按摩 就是这样 这样子去做 还挺舒服的 因为它是这种硅胶的嘛 所以就特别特别软 不会伤害到皮肤 再接下来呢 在这个美妆护肤礼盒当中 有这个叫做 Coin Tissue 其实就是这种小硬币装的这个 贴面的这个面膜 就是你可以泡自己喜欢的这个乳液 还有这个toner来去做这个护肤 一共有七个 所以呢可以做一周的这个量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旅行妆的这么一个东西 最后呢在这个Beauty Box当中是 一个面膜 它叫做Marine Luminous Mask 里面有这个珍珠粉 对在这里 这个面膜呢除了有这个sheet mask 有这个面贴之外 它还附了两个试用妆 一个是Marine All-Face Eye Cream 在这里这是一个眼霜 然后这个呢是Marine Waterfall Essence 应该是一个精华 这款面膜在后面的使用说明 告诉你就是 它可以帮助你深层的补水 然后呢还有骨胶原 然后呢另外就是 让你这个皮肤有光泽 应该会非常不错 接下来呢 我来开这个Mask Maven这个Beauty Box 它把所有的面膜 全放在这么一个 袋子里面 而且真的包装很精致 我先来打开来看一下 它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一个这种小袋子 就很精致 5 6 7 8 9 正好一共有9贴 就像它这个网站上介绍的一样 今天我就不做这个上脸面膜 这个来试了 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都应该是非常好的 啊这个好像之前我在商场里有见过耶 哈哈它寄给我了 它是一个这种牛油果的面膜叫做Avocado Mask Natural Energy Mask Sheet 它的这个牌子叫做Botanic Farm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牛油果应该是帮助你保湿 然后呢可以让你的这个皮肤就是比较这种supple 比较这种弹性的 比较有这种滋润度的这么一个面膜 哦这个好可爱 它叫做Water Bomb Jelly Mask 是这样子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帮助你保湿的面膜 里面有这个牛奶和蜂蜜的成分 这个面膜哦看起来很贵气 它叫做Ellomod Mask 是一个这种芦荟的面膜 嗯它里面这个面贴好像是带着这个玫瑰花的金色这个纹路在里面 再接下来呢 哦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大家看一下吧 我们看图说话好吧 是一个珍珠粉的面膜 这个也是帮助你去保湿 然后帮助你提亮 帮助你让肌肤有光泽的这么一款面膜 嗯再接下来呢 嗯还是这个牌子 它是一个眼部的这个面膜 超级喜欢这个牌子 我现在要准备开始关注这个牌子了 嗯再接下来呢 还是同样这个牌子 它叫做Tomato Mask 是一个西红柿的面膜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保湿美白的面膜 看一下这个小猴子的脸 然后再接下来呢 哦 韩国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可爱 我受不了了 这个叫做Milk Essence Mask 来看图说话 这个牌子叫做Esfolio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牛奶的 还有蛋白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还是这个Esfolio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 看一下 有这个蜂蜜精华成分的这么一个面膜 肯定是帮助你保湿的 好了那么最后一个面膜呢 它叫做Honey Luminous Royal Propolis Mask 哦是这个风胶面膜 哇在这里 然后它的这个牌子叫做JM Solution 那么这个面膜 我觉得就是可以帮助你皮肤有弹性 让你的皮肤有光泽 然后保湿 这里面有这个成分叫做Propolis 就是这个风胶在里面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这个 惊喜订阅和开箱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请一定不要忘了 如果你对这个订阅和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个折扣码 去享受第一个月的七五折优惠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见吧